今天真的是要來破除明星的恐懼喔 因為其實最近 我看網路上有很多的鬼扯 真的是鬼扯 特別是我要句名 就是一個叫未來男友的頻道 還有他裡面談到一個叫大師兄的人 他們在分享很多錯誤的引用至佛教 印度教然後泰國的一些觀念的一些錯誤的一些信仰觀 然後基本上呢 當然他在談吉他都不干我的事嘛 在談到佛法的時候有很多觀念是錯誤的 所以我這邊要做釐清 那當然我們應該會做好幾系列 因為他們真的錯太多了 不過我今天想要講的跟 比較有關的 是他們的很多影片中的一些核心的幾個觀念 主要就是跟鬼有關的 嗨你好 我是羅卓仁謙 我是民在印度 住過十三年契經 研習藏人佛法的傳播者 讓我引用正統佛法的經論 來幫助你破除因為迷信而產生的恐懼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正確有據的信仰觀念 那一定要追蹤我們並且開小鈴鐺喔 那基本我今天想要談兩個很重要的觀念 跟一個很重要的態度 兩個很重要的觀念中的第一個呢 就是在很多影片裡面他們很喜歡去這個 什麼有些人自殺的地方啦 或者是很多鬧鬼的地方 號稱去那邊探險 那我其實不知道做這個目的何在 可能就是好玩啊或什麼的 但是在裡面傳達出一個很重要的 第一個錯誤的觀念是 自殺的人怨念比較重 當然這個觀念其實不一定是來自於他們 但是他們把它放大到一個很誇張的地步 再透過於各種的這種 渲染跟隱因的簡介去傳達出這種訊息 這個觀念其實有一點點像日本的這種地府靈 就是一個靈魂會被困在某個地方這種觀念 所以老一輩也有這種說法 就是說如果一個人在這裡跳樓自殺 那他的怨念就會被困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就會充滿了兇氣變成兇宅 但這有幾個觀念要釐清喔 首先根據佛法的觀點 任何的生命只要過世之後 最久49天之內他一定會投胎 所以不會被困在某個地方 沒有任何生命可以再困在一個地方 超過49天這是第一點 那你可能會想好那第二點就是 他投胎為下一個生命之後 他有沒有可能還待在這個地方呢 比如說他投胎為鬼 然後他待在這個地方再繼續當鬼呢 這當然是有可能的 但是每一個生命都會受他先天的條件限制 比如說人 人沒有辦法不睡覺 獅子 獅子沒有辦法讓他吃素 同樣的鬼也有他先天的條件 而鬼先天的條件是他很容易餓 他需要其他人給他祭拜東西 所以你可以想像他如果投胎為鬼 然後呢他在這個地方停在這個凶宅 那這個凶宅平常又沒有人 他其實是沒有地方可以去的 他待在這裡沒有用 他完全就是會去找就是 哪裡有辦法在祭拜他 可能其他有一些香火啊 或者是有這個 有人在祭拜的一些地方 他完全沒有理由或是原因 停留在這裡 所以這是第二點 因此所謂投胎之後 會在這裡越念越變越深 然後在這裡待著準備害人 這種觀念完全沒有根據 完全沒有這個佛法的經論根據 第三個很重要的點是 其實往往都是因為 有人去那邊一直玩 然後在那邊去的時候 你都會先祭拜他等等等等 所以吸引來了其他鬼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佛教經論上面記載 鬼有一種行為是人類不知道的 就是鬼會說謊 在經典上告訴我們很多的鬼 他其實只是路人 你知道就是Nobody 可是他每次說自己的時候 都會把自己講得很厲害 我是什麼王啊 我是什麼怨靈啊 我是多強大啊等等等等 但他其實屁都不是 他講這些的目的是什麼 叫你拜他 所以你其他想像中他是很可憐的 你知道就是他為了要一點使我 什麼好話都說盡的 這樣的一個存在 鬼會騙人 很多人不知道這件事情 第二個問題就是 很多人都會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像剛剛講到這個 未來男友的頻道 這個所謂大師兄 他們所瞎扯的 他們最喜歡創作這種 很有戲劇張力的局面 就是某一個人被鬼攻擊 或是被鬼害 首先從佛教的角度來看 一個人會被鬼攻擊或被鬼害 佛教的術語叫鬼神所持 鬼神 鬼跟神 鬼神不是鬼跟神的意思 鬼裡面的boss鬼王 我們叫鬼神 所持 持就是控制 怎麼樣的人會被鬼神所持 這個人自己要檢討 就是人裡面 他的這個頻率特別弱 或者用現在話來講 能量特別弱 或者用佛教術語來講 這個福德特別弱的人 他才會被鬼神所影響 所以你如果看到一個人 你如果注意去看 你會發現那一些很容易被鬼神影響的 他都會有一個循環 首先 他可能被某一個鬼影響 然後他就去找某個師父 然後那個師父幫他做某一種法事 然後他變好了 不久之後他又再被鬼影響 他又再去找師父 師父又幫他做法事 然後他又變好 然後就重複循環 直到這個師父再也幫不了他 他就去下一個師父那邊 然後又無限循環 所以你可以想像對於宗教圈來說 這種人就像韭菜 你知道古市有韭菜嗎 古市那種韭菜就是一直被割的 這種人就是宗教圈的韭菜 他怎麼樣都會被虎 那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其實很簡單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本身弱 他本身的福德能量過弱 所以所有的鬼都可以糊弄他 那你知道嗎 從鬼的角度來看 當然我弄你我可以得到好處 我不弄白不弄啊 所以就會產生一種惡性循環 就是他可能被某一群鬼影響了 他跑去師父那邊 然後師父手下的也是一群鬼 所以師父手下那群鬼 就幫他解決掉這個問題 可是你想想看喔 當這個師父手下這群鬼 可以幫你解決掉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潛台詞是什麼 就是你自己沒有能力 你以後必須依靠我 所以最後就會越陷越神 用一種其他宗教會引用的 一個不恰當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大鬼敢小鬼 導致於大鬼控制你的惡性循環 所以有效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呢 是你要解決自己的體質 讓自己不要再當韭菜啦 你不要一天到晚 就是把自己丟到這個 很容易被鬼神影響的這個圈子裡面 如果一個人 他非常容易被各種鬼神 不論是女鬼啊男鬼啊 什麼動物靈什麼影響 本質上是你體弱 用白話來講 就是你的這個能量 比較弱導致的 經典上告訴我們喔 一個人喔 他會被鬼神控制 被鬼神影響 那個真的是極為不堪 因為呢 佛教認為人跟鬼比起來 鬼的頻率是遠不如人的 人是原來是說這個 社會的核心 鬼是在很邊緣的 那鬼都可以欺負你了 就是好像是一個 流浪狗都可以欺負你 你知道我們常常講說 一個人衰到一個地步 就是狗都會欺負他 就像這樣 連鬼都會欺負你 真的是極衰 那要怎麼改善這個問題呢 第一個 我要給的很重要的建議是 停止任何的宗教祭拜行為 不要再去任何 透過於必須香火來求某種東西 停止這種習慣 或者說這種慣性 當然我們 身為華人 身為台灣人 我們有一些 我們自己的良好的一些信仰 比如說我們可能會 會祭拜祖先等等 這些都還好 停止再去找什麼師父 做什麼問題 怎麼解決這樣 停下這個習慣 第二個 很重要的習慣是 你要把你自己的福德給養好 就把自己的 講白就是能量養好了 那怎麼樣把能量養好呢? 其實幾個很簡單的道理 第一個就是要正常的作息 這很重要 很多人會忽略這件事 這很重要 正常要吃飯 正常要睡覺 第一點 第二點呢 你要養好自己的福德的方式 根據佛法的觀點 就是你要實踐兩件重要的事情 一個叫布施 就是你要定期把你的資源 分享給社會的弱勢團體 不是給宮廟跟寺院喔 給弱勢團體 比如說 沒有人照顧的長輩 比如說孤兒 比如說流亂狗等等 佛陀曾經告訴我們 幫助這一些生命 所得到的福德力 跟供養他本人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個能量很強大 第三個最重要 最常被誤會的 非常被忽略的 就是你要持守戒律 當然持守戒律 你可能聽起來覺得很複雜 很籠長等等 這也不會是我們這一集要提的喔 當然我這一集想要起到的效果 是第一個我要糾正錯誤的觀念 第二個我要分享比較正確的觀點 當然以後如果我們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談更多 關於所謂的持守戒律的內容 但是重點是 首先不要以為 把鬼想成一種很壞 很像找你麻煩的動物 他們其實是很可憐的 自殺的人不會因為怨念而停在這裡 他會轉世 而他轉世之後 往往也不會停在這邊 他會去尋找食物 如果你一直在這個地方祭拜他 你反而會吸引到一群路人鬼 然後每個路人鬼為了要你的祭拜 就開始糊弄你說 我就是自殺那個某某人 這是很有可能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不要再讓自己 進入這個韭菜循環 好嗎?當一個正常人 不要當韭菜 大概是這樣 當然你如果不當韭菜的話 可能有些影片就不會有點閱率 所以這也可能有些 某些影片的創作者會希望你一直觀看 一直灌輸你這種錯誤信仰觀念的重要原因 老師我要問問 那為什麼那麼多宗教都要去強調自殺人罪 這是在宗教行為上 他想要禁制自殺這件事情 他想要去戒斷自殺這件事情 其實佛教反而是認為自殺是 罪孽身分身重是很值得討論的 在很多佛教的主流學者的觀點裡面來看 反而認為說自殺的罪 遠不如殺人的罪 這為什麼呢? 因為殺的行為牽涉到兩個主角嘛 就是一個人去殺 一個人被殺 可是自殺沒有啊 當我在殺的當下 我還沒有被殺死 我被殺死的當下 殺人的那個我已經沒有了 所以從佛教的正統的學的角度來看 其實自殺的罪反而比殺人什麼都還要輕 這是從很理論的角度來觀察 所以其實這只是一個 讓大家把這件事情想的太可怕 或者說因為覺得自殺是很可怕的事情 把自己的恐懼加上去了 然後第二個是你說體弱的觀念在上傳佛教是福德這件事情 可是他 那大家一般會認為體弱也包含身體狀態 身體狀態也算在生病 這是一個互相影響的過程 就是說我們身體的脆弱會影響 也會影響到我們福德值暫時的比較弱這樣 那當然福德值的脆弱也會影響到身體 這是雙項的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一開始強調說 兩項的照顧都很重要 第一個是生理條件的 正常的飲食健康的作息 第二個就是比較像是宗教性的 包括你的布施啊 然後施手戒律等等這些的實踐都很重要 透過這些觀念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 有根據有依據不可怕也不迷信的信仰觀 因為這些才是事實 而這樣的觀念呢我覺得是現在很缺乏的 這也是我在我自己的這個頻道 我嘗試柔合我的不同的身份跟我的專業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觀念 你可以把一些你的想法留在下面 或者是你想要告訴我下一支影片 你想要看我聊什麼主題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一定要幫助我們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掰掰